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小城市秘阳 最近因为20年前的事件 形象变得非常负面 导致秘阳市长也公开道歉了 但是尽管市长道歉 YouTuber们也没有停止爆料 最近因为男性A某被爆料身份后 被公司解雇与未婚妻的婚姻也破裂 另一位被爆料的男性B某 则主张自己的清白后被打脸了 前几天一位YouTuber爆料了 A某在卫山的一所企业上班 并公开了他的职位和年薪 之后在该公司官网的留言板上 有很多网友们留言 恩恩藩真的在这里工作吗 如果是真的难道不应该开除他吗 因为负面的留言越来越多 6月24号A某就职的公司在官方网站上发文 针对近期社会关注的事件 涉事员工已规定处理并离职 本公司将持续致力于旅行公司的社会责任 根据媒体报道 该嫁爱者直到最近也在密洋参加各种运动社团活动 并与在该社团中认识的人准备结婚 A某将要结婚的对象也决定取消婚姻了 因此密洋事件中身份被曝光后 失业的嫁爱者人数增加到了5名 在进口车销售公司工作的他 在密洋某公家机关工作的他 在金海某电子公司工作的他 都被公司辞退了 而第一个被公开身份的嫁爱者 原本在亲戚精英的汤帆架工作 也因为这次事件而离职 随后该汤帆店也立即停止营业 并拆除了店面 然后主张自己是清白的另一位男性逼某 6月24号在自己的blog发文 因为被误认为与不光彩事件有关 我想澄清一下立场 为了证明这一点 我决定公开犯罪调查经历报告书 毕某在犯罪调查经历报告书上 公开了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前几位 结果显示 查询结果无相关资料 毕某表示 这次事件给家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每当看到两个女儿跑过来叫爸爸时 我都忍不住流泪 每当这个时候 家人朋友前辈和后辈们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甚至负责查询报告书的警官也安慰我 拍了拍我的肩膀 鼓励我坚持下去 为了让我和家人能够恢复正常生活 我将对毫无根据的谣言和恶意评论 采取法律行动 希望不要再有像我一样的冤枉受害者 但是在6月26号 YouTuber反驳了毕某并表示 如果获得不起诉处分 根据韩国法律规定 相关记录将被立即删除 或在5年和10年后删除 毕某的报告书中没有过去的记录 但在判决书和陈述书中 出现了毕某的名字 你们并不是因为无罪而被判无嫌疑 YouTuber接着表示 毕某实在是太理直气壮了 不管你们加害者怎么耍花招 我都知道一切 并公开了提到毕某名字的部分判决书内容 在当时的判决书中写道 被告叮叮叮 于2004年5月3号 以生日派对为借口 将受害者等人带到后山 并透过威胁 犯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 判决书的内容推翻了毕某的主张 但之后毕某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因为大众们的愤怒 密扬这个城市的形象 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结果在6月25号 密扬市长以及当地宗教等机关 召开记者会公开道歉了 市长表示 再次向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 并承诺将通过社区反省 全力打造一个安全健康的城市 对所有受伤害的人表示真心的歉意 并再三低头致歉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两个女儿跑过来叫爸爸 你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究竟犯了什么罪 才会遇到你这样的人 直到最后也没有悔改或反省 只是想保住自己的家庭 彻底否认 结果反而被打脸了 太小看这个世界了 连过了一段时间后 调查记录会自动删除这种事也知道 还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人真的不会变 听说那位女士的婚姻也破裂了 真的是祖先保佑 如果是在结婚后才知道这些 该有多荒唐啊 还是没反省过来 不是要向我们道歉 而是应该向受害者道歉 那位受害者将一辈子活在阴影中 唉 即使一辈子道歉 也无法抹去这个伤痛 他们绝对不会反省 只可以怨恨YouTuber们 害受害者吧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坏了 但是看到他们被公司解雇 婚姻破裂 三百名裂的新闻 感觉就特别高兴 希望这样的例子能更多些 对于这个事件的最新近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值得 Stories 啊 不妨想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